网路连线设定 现在这电脑不连上网路很奇怪 现在网路发达的时代 那我们如何知道我们电脑怎么连线呢 基本上在 我们最上面 右上角这边有一个上下的箭头 这个就是网路 你可以选择 连线资讯 看到我现在的网路连线资讯 有IPv4 DNS IPv6 看你要不要做 那你也可以选择去设定 那因为我们在学校都是自动联网 所以你看到的讯息 可能跟你家里不太一样 你家里要打账号密码 ADSL 連线怎么去做 我们来做一下ADSL連线 那这个时候你要编辑连线 在我们新北市教育作业系统里面 我们提供的连线有什么 当然无线网路一定没问题 对不对 一定要有的 那除了这样以外 WiFi要连以外 我ADSL怎么连 请你选择 加入 选择 我看他支援的有ADSL 有WiFi 有WiMass 有行动宽 比各种 VNET VPN 都有 所以已经涵盖目前所有的网路 连线的方式 好 我选择ADSL 我家里的ADSL 连线要怎么设定 我选择DSL 选择建立 这个时候你输入你家里的 比方说我家里的是HINET 服务者的名称 使用者的名称就是HINET给你的名称 很可能是一串数字 或者是有英文字的符号 那我现在假设就是A12345 这位使用者好了 那密码你就输入他给你的密码 2多少 通常是这样 那这服务可以空白 不要填 不需要填 ADSL只有一个账号还有密码 我忘了 HINET里面 他需要你多加一个小老鼠 HINET.NET 帐号 加小老鼠HINET.NET 那如果是其他加的 可能就只有帐号而已了 这边是特别注意 那基本上就是只要打好帐号 还有密码 那这样子你储存起来 至于其他的部分就请你都不用动 他自己会 依据系统提供商的一些设定 做一些处理 好就按下储存 这个时候 我们的网路连线 就会有一个什么 DSL HINET 这一个连线 要连上去就可以 那我这边不能连 因为一连上去就没有 因为我这边不是ADSL连线的方式 我只简单告诉你怎么设定 再讲一次 在编辑连线里面 你可以选择什么 加入 加入里面有各种连线的方式 那就请你按照系统 提供商 所需要你输入的相关资讯 提供给他 那你就可以建立你的网路连线 请订阅